你适合申请英国还是美国大学? 上次,王老师给大家比较了英国留学和美国留学的不同前景 今天,王老师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作为中学生的你,更适合去英国还是美国读大学? 我举两个我们申请学生的例子,大家立刻就能明白 我们有一个学生,原来是国内重点中学的 十年级才到加拿大,数理化都很出色 数学进了加拿大中学生奥数国家队 悄悄地说一句,以他的水平在中国可进不了国家队 这个大家都明白吧? 当然,他的英文就要弱一些,学校成绩不到80 没有一个美国藤校录取他,最后他去了英国建桥 另外一个学生,他的数理化也都很出色 虽然还没有厉害到进国家队,但是数学和物理方面都得过National级别的金奖 关键是,敲黑板花重点咯 人家的文科也很出色,他在辩论上还得了International级别的奖项 他最后去了斯坦福,学的是物理专业,还参加了斯坦福的辩论队 再说一个MIT的学生,他的数理化当然是很厉害的,可是人家模拟法庭还得了奖 所以,美国人说他们筛选人才的标准是Well-rounded students 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 对照一下你自己,你适合申请英国还是美国? 一句话,英国需要专业成绩好,美国需要文理兼修,全面发展 明镜业